也正是这时候 赤金终于来了 只身一人 没有任何保镖 赤金出现的 没有叶祥天那么高调 同样一身街头混混的打扮 看起来 一点都不像死亡三角洲的 地下老大 要不是金玉和金瑞阳 认识他这张脸 还真不知道 他就是赤金 金瑞阳和金玉 同时对视一眼 同时 朝淹没在舞池群里的叶绍婷示意 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看他守势行事 合作那么久了 金玉一个眼神 叶绍婷就明白了 赤金大摇大摆地进了包厢 只是 他没有进叶祥天去的那个包厢 而是进了第一间包厢 叶祥天在最后一个 他进去的包厢 门口一个人都没有 为了方便说话 金瑞阳假装拉着金玉 去舞池里跳舞 借着震天的音乐声掩盖 金瑞阳谋色变得沉重 怎么办 不方便接近啊 我先去看看 金玉同样面色严肃 叶祥天进了最后一个包厢 而赤金的是第一个 不用说都知道 第一个包厢和最后一个包厢之间 一定是有暗道相通 然而守在最后一个包厢门口的保镖 却可以直接看到谁进了第一个包厢 也就是说 他们如果想靠近第一个包厢 那些人会第一时间通知里面的叶祥天 距离的差距 让金玉等人无法接近叶祥天所在的包厢 而且不知道的是 赤金去最后一个房间找叶祥天 还是叶祥天来第一个包间找赤金 金瑞阳应声道 你小心点啊 这些砸碎没死之前 老子不会有事 确定叶祥天和赤金有联系 金玉眸光深沉 所以 他的那两个兄弟 真的是叶祥天泄密 才导致牺牲的 当初那么完美的计划 如果叶祥天没有泄密 他的兄弟就不会死 而且赤金也会在那次行动中被抓获 金玉离开了娱乐会所 锁定包厢的方位之后 出门 借着叶祥的掩盖 悄无声息地 把守在会所周围的人 一一解决掉 悄无声息地攀爬上去 翔 你这次招扰到的是谁啊 很残忍呢 赤金面色沉重地 对坐在对面的叶祥天说 叶祥天 姿势慵懒地靠在沙发上 嗯 你被他们盯上了 他语调慵懒 眼神冰冷 赤金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他能有今天 都是这个男人在身后 帮他出谋划策 赤金并不傻 不会以为自己在三角洲 有一定地位之后 就可以对对面的男人 无所顾忌 这男人 能让他坐到这个位置 定然有能力 让他跌落下来 他态度恭敬地说 是 我被他们盯上了 对方很狡猾 在我的地盘 我都没法抓住他们 只能感觉到 被他们盯上了 叶祥天低笑 要是他的人 能这么容易 就被你抓到 我也不会花费 那么多功夫 去退赴他了 这 你认识他呀 叶祥天挑眉 阴冷的双眸 仿佛毒蛇的凝视 我叶家最大的对手 你觉得 我会不认识吗 禁欲 一个他想踩到 泥地里的男人 赤金一脸惊悚 那我们今天的会面 会不会被他发现呢 他和叶祥天 很少会面 基本上大部分事情 都是叶祥天 让人通知他 叶祥天听言 冷笑 语调低沉 放心 没有人能破除 我设计的密码 文言 赤金这才放下心来 谈起这次会面的 主要目的 啊 那批货呀 数量太过庞大 没法一次性地 弄到你们国家呀 你看 话说到这里 外面突然传来 一道声音 那是一个喝醉的 女人发出的声音 用英语说道 哦 我的天哪 有人飞到墙壁上了 这话 让房内的叶祥天 和赤金 同时一顿 两人同时掏出枪 朝窗外射击 禁欲飞速闪避开 低咒一声 脚灯窗户边缘 向上翻越 避开子弹射击的同时 破窗而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